阿里南方和少年女杀鼠 皇室无缘获转 1973 71 全部都谈这个视频的阿里 别走 全都能知道 没有人谈这个事情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和腾哥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阿里的807事件 也就是阿里女员工自曝被公司领导性侵的这个事件 其实呢 我们俩其实不太愿意聊这个事情 但呢 今天早上我们在跟踪这个事态的发展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事情的热搜没有了 并且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以呢 我们两个决定做一期视频来聊一聊这个阿里的807事件 嗯 是的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视频的开头放了一段 在8月7号在网上流传的关于阿里女员工在阿里食堂 发传单拉横幅为自己维权的这么一个视频 而当时女员工呢 更是以一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 详细的讲述了自己被公司领导 社局出差 灌醉后实施强奸 以及向公司投诉无果才公开与网络的为自己维权的整个过程 然后呢 当我看完这8000字的这个文章呢 着实是非常震惊的 对 当然今天呢 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讲解最后的是什么了 到时候我们会发到视频的下方 然后给大家来观看 当我了解到阿里公司里面的这些人在得知事件过后 他们对于这件事件的一个处理态度的时候 我确实是觉得阿里公司这些高管真的是太没有人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女员工向自己领导反馈这件事情过后 并提出自己诉求的时候 这些领导呢 是各种的拖延 在拖延很多天以后呢 告知女员工的决定是什么呢 涉嫌猥争女员工 性侵女员工的这个男员工呢 不能被开除 而给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为了维护这个女员工的名声 女员工也明确表达 我不需要你去帮我维护名声 那我就要你开除他 并且永不录用他 但是呢 公司还是没有做出这个决定 然后呢 这个事件呢 才会发布到网上 经过这个网上的发售过后呢 也就在8月7号 这个CEO张勇呢 也就在网上发声了 然后他用了三个词去表达他得知这个信息过后呢 一种状态 第一个就震惊 第二个是气愤 第三个是羞愧 那么我对于这三个词呢 我也就不做评价了 我就借用人民日报评论的里面写的一句话 来回答他这三个词吧 原话是 与其震惊气愤羞愧 不如省思 茶漏 行动 我觉得你震惊气愤羞愧 那当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震惊呢 不羞愧呢 不气愤呢 那7月28号的时候你就应该震惊气愤羞愧了 那你可以说你不知道 对吧 那7月28号到8月7号这11天你干嘛去了 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就只是嘴上在说说而已了 那么在8月7号公布这个事情过后呢 那么在网上发酵了两天过后呢 也就是在8月9号的时候 我们阿里巴巴CEO 张勇呢 也是再次公布了 阿里巴巴内部的一个调查结果 然后和处理意见 那这个处理意见呢是 第一 这个取一 也就是这个涉嫌性侵的这个男员工啊 取一被开除 并表示永不录用 第二呢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个相关人员 老鼎和这个叮咚这两个人呢 也就辞职 第三个呢就是首席人力资源官机会处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有个问题了啊 就是剩下的另外三个人呢 因为在这个女员工诉求的时候 还有另外三个人 一个月儿 一个阿甘 还有一个九龙 这三个人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呢 难道这三个人还在调查吗 这不作为的公司管理层还在调查吗 那么在这个调查结果的报告里面 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说这个HR团队啊 在管理中理性多了 感性少了 而在我看来啊 这不是理性和感性的问题 这其实就是没有人性的问题 而在人民日报评论也明确说了有一点 就是当把位于价值中心的人拿掉 起字就变成了纸 而任何漠视人的企业 很难说其拥有长久的发展价值 腾哥 其实这两天我还了解一道 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在这个张勇他发生了处理结果的前一天 有6000名阿里员工 自发组织建议一个讨论组 讨论组的名称呢 叫勇敢牛牛帮助小组 我有听过这个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女员工发声 来促进这个事情的特长 并且呢 他们还写了一篇倡议书 倡议书的内容呢 我看了一下 确实我感到非常动容 但是呢 在这个事情出来没多久 有一个社交媒体 名叫Michael的人爆料 爆料的内容呢 他就说这个勇敢牛牛帮助小组 创建呢 不是说由员工来自发组织的 而是由阿里的公关部门 联合一家媒体来做出来的 那这个事有点意思 对 关键最有趣的 其实不是这个地方 最有趣的地方 这个Michael他发完这篇文章之后 没多久 他又发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内容呢 完全就把上一次发的内容 完全否定了 他说这个阿里 这个勇敢牛牛帮助小组 实际上是由阿里的员工 自己来组建的 完全不是由公司来做什么公关啊 也不是这样 就这样事情一搞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了 那到底要干嘛 对啊 我也不知道嘛 并且来说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公道自在人 是 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 实际上这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状态 我们已经是基本上清楚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针对这件事件内 所涉嫌性侵的这两位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济南华联的这个张罗 然后在聊他之前呢 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对外呢 先不宣布任何事情 然后先等在派出所调查吧 然后有什么事情 就等官方通知吧 我呢 就是对这个事情 就是正常的一个酒局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 做过分的动作 然后他反过来之后 告我诬陷 告我猥亵 我这边确实 我觉得比较冤屈的上 所以说 我也相信这个派出所 然后这个会秉公执法 还我一个清白 这个电话录音里面 这个张罗 还在四口否认 还在说 自己没有做什么 过分的动作 那我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酒桌上的行为 算得上是什么 又轻又暴又冷的 这算什么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在视频监控下 你扛着当事人女员工 然后去了没有人的包间里面 二十多分钟 你在干什么 那你这两个问题 你解释清楚了 晚上你再说 你没有什么过分的动作吧 那么另外我们的阿里的 另外一位我们阿里里面的取一呢 他现在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取一呢现在是 已经是被阿里开除 并永不录用 但这个取一呢 有一件事是 也是比较搞笑的 一件事是 是在这个9号的时候 就是这个字节跳动 公司呢 对外证实了一件事情 是在这件事件爆发之前呢 这个取一就在 向这个字节跳动公司 投地简历 然后同时呢 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呢 他在面试这个取一的时候呢 他已经通过了第一轮的出塞 然后是在等待第二轮的通知呢 但是字节跳动也表示 在得知这个事件过后呢 他也是 他们也是第一时间 停止了对取一的招聘流程 然后并表示 在他的档案里面做了记录 以后呢 应该也是 不会 不会 不用他吧 那么我是觉得 这个人就应该立刻被控制住 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也是对 当事女员工的一种保护 实际上这个事件呢 到现在呢 已经是正式立案调查了 而我们呢 也是在等待调查的一个结果 不过呢 我现在有三个问题 第一 这个事件在阿里内部 到底是不是属于个例呢 第二 而网传的阿里的破冰文化 又是否属实呢 第三 此事件之前 阿里高管的一系列的类似的案件 阿里又做何解释呢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借用 人民日报评论的一句话 来送给阿里 越是扩张发展企业文化 越需要实质教准 对 是吗